為什麼要這麼殘忍啊 為什麼要這麼殘忍啊 你到底是小孩嗎 你到底是生命嗎 憂婦不想挨罵 21歲小媽媽狠心棄子 誰把男嬰屍體 隨便丟在三峽機車腳踏墊上 熊手找到了 是她的媽媽 來行一次 騎著重機車前往現場 向男嬰棄之魚骨馬頭 機車腳踏墊上 這麼一棒才出生兩天 自己的親骨肉就成了棄嬰 一天後男嬰被發現時 早已窒息沒有生命跡象 我覺得媽很深加 自己身上的男嬰被丟失 女子向女嬰表示 她本身害往她 比較往關係複雜 複雜到她不知孩子的爸爸是誰 就連三歲的大兒子 同樣也是負不祥 所以擔心父親 家中的父親得知她的這個狀況 所以她臨時棄嬰 然後這樣把男嬰棄之魚 女子解釋 她上週六在家裡廁所 生下孩子後 左思又想 真的很怕被罵 才出此下策 從三峽把男嬰 載到櫻哥去 希望有好心人帶走撫養 但解釋沒用 男嬰遺體 檢察官要相驗 她的三歲兒子 警方已通報告風險家庭 居於她 突發中心情被報告 你還沒想到 有多久 在這個狀況 她的一頓 最可怕 她的一頓 還有